台北米其林指南2018年首度发行 也让台北荣登世界米其林美食地图的第31个城市 不仅餐厅及主厨瞬间成为国内外旅客追星的目标 也带动台北整体的餐饮营业额较同期增加5% 成为台湾美食的领头羊 随着今年春天2019台北米其林指南的推出 米其林指南亚洲区总监Nikolas Ashart 和台湾米其林董事长毛行健 14号特别携手交通部长林佳龙 及观光局长周永辉 正式对外惊喜宣布 2020米其林指南将由台北台中双城征辉 对此曾经担任台中市长 而且还写过 加龙带你游台中这本书的林加龙 受访时十分开心 也期待未来南部能有第三个城市 一起被纳入世界米其林的美食地图 米其林指南现在两周年 从2018开始台北的指南 然后现在加入台中 在两周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扩级到台北以外的地方 那这个对台湾的观光的国际行销 非常的有帮助 我也期待 有一就有二 无三不成立 未来也能够再往南部 进一步有米其林指南的城市 对台中得以雀评重选 Nikolas Ashart指出 米其林的新级评选 其实是反映当地美食餐饮的整体品质状况 以及潜力 尤其在决定是否将新的城市加入米其林指南时 有个相当重要的考量就是 他们希望这个城市 不是只发行一本米其林指南就结束了 而是在未来很多年都可以一本一本持续评选下去 因此会特别关注当地美食餐饮业的整体品质 市场的广度及深度 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等等 也正是在整体综合评估下 台中才会成为台湾第二个米其林城市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这一次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